欢迎回来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曾经入二零半年高阶组的第十三十四十五题 这个应该我大概不会超过十分钟啦 不过我们来快快解一下咯 下图呢有一个ABAD及BC为直径半圆 其中AB等于第一 AB等于BC等于第二 所以如果因一部分E的面积 因一部分2的面积相等球 那么呢 我们就假设我们这个 OK 我们要知道这个 这个1的那个面积是这样得来的 其实是这个大的这个 大的这个 啊 大的这一级 小的那个半圆面积 再加回 第二个面积因为被剪掉两次要剪 要加回去 然后呢 我们这边我们看到 他讲 啊 shaded region1等于shaded region2 他们的面积是一样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删掉 意思就是讲这个 这个 减两个这个就等于0 所以呢 我们的 呃 等一下 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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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好意思 什么问题 OK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大的这个半圆 等于两个小的半圆 P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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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1平方 OVER4 因为D D是两个R 等于两个 Pi D2Square OVER4 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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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就会得到D1Square OVERD2Square 等于2 然后我们就12个D1Square OVERD2Square 对不对 我们就12个D1Square OVERD2Square 就成12罢了咯 很简单的 等于24 所以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基本上你只是要观察到这个跟这个可以消掉的那个原理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东西就会方便很多 就是这样子来我们往下走 好 球这堆东西 OK 这东西 如果这个 这个 啊 高师傅的话你们还不记的话就是 不超过 不超过里面这个数字的最大整数 所以比如讲6.4出来会变成6这样子 然后-5.7 也是出来会变成-6这样子 然后如果是整数的话比如讲7 它会不受影响这样子 OK 所以呢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下咯 前面几个会比较不规律 不过后面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到有一个规律了啦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啊这个是-3的平方over1这样子是9 然后-4的平方over2这样子是8 然后-5的平方over3 我们有8 然后-6的平方over4还是9 5-7的平方over5我们有9 OK 然后-8的平方over6我们有10 9的平方over7我们会得到11 然后-10的平方over8会得到12 所以OK前面这边没有规律 可是之后你会看到哦 之后都是加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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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样子是不是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OK我们来看就是啊 我们拿10这个按键好不好 我们10的平方 如果是-2的平方的话就是-100-4嘛对不对 就会变成-10加-10加2 然后乘以10-2 不过这个-10加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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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会变成-10加2 乘以10加2 over10加2 然后记者要连回4 不是啦,因为这个是我们自己删掉的嘛,对不对? 我们是4 over 10.2,这个永远的小国一嘛,对不对? 然后我们这边就会得到一个整数 所以呢,这边会得到的就是12咯 所以我们之后,这边之后,我们全部都可以看到 3,4,5,6不要管钱啦,等一下我看一下 9,8,8,9 然后剩下的全部都加2宝哦 所以如果是7的话就9,8的话就是 10,9的话就是11 10的话就是12,一直类推,这样的话我们就算到42的话 就加2嘛,42就算到44 所以呢,我们这里就会算到 加 我们这边的3 会等于 9加8加8加9加 9加10加到 44 这个会等于 34加 OK,这个44乘以45除以2 这个n乘n加1除以2这个东西 我希望你们摆这个时候已经是会了啦 然后我们就剪掉1加到 我们就剪掉那个1加到8 就是8乘以9 over 2 就是这个1980 除以2等于990 然后加34 剪掉36 就会变成988 这个是我们第14题的单 所以呢,这边的重点就是,呃,虽然讲看前面会不规律 不过还是希望你们坚持做后面这几个来找规律这样子啦 所以你做任何一个成绩论题的话 如果需要找规律的话就是这样子做 然后我们就 对,就是 要坚持啦 OK 所以呢,我们现在就来看第15题 我的电脑有点lack 这个有让我一下 什么问题哦 诶,我要往下走 OK 第15题 以至 以至2x平方减7x 加4等于0 求这个的值 好 那么要求这个的值的话 OK,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到底可以怎样删掉这些东西 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居然是0啦,对不对 所以呢,我们就可以得到 呃 我们都乘2x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4x3 减4x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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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乘2x3 乘2x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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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x3 那么我的41x3 减4x3 会等于28 那么 这个主要只是要 会无中生有 对不对 无中生有 这个技巧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 无中生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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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要的事情要重复三遍 OK 所以我们的这个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们的第16题的答案就是28 好 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里面我们就会讨论16、17、18题 听听期待 下个影片见 拜拜